以卓榮泰來講 其實他是一個臨危壽命 也不是他造成今天的大環境 也不是他提名的人選 照理講他是不需要 好像我們過去 也從來沒有過黨主席 或者是黨的重要幹部 為了補選而負責下台的 因為補選的輸贏 通常也沒有這麼的刺激過 或者是戲劇化過 但是我說 三重跟台南的選區 剛好又是全天下最綠的選區 那麼不管你怎麼做任何的分析 因為我現在聽到 很多民進黨的講法說 這個不準 這不能夠代表 這不代表這兩個選書 民進黨2020就包起來就打下去了 這不能這樣解釋 也有人解釋說 因為補選投票率很低 所以謝龍介 就算你這次選上了 3成5好不好 3成8的投票率夠高了吧 就補選來講 等到明年2020 有7成的投票率的時候 可能又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綠已經開始有很多的說法 給自己自我安心 不然怎麼辦 難道真的包 真正包起來嗎 所以在三重的這個選舉裡頭 我要講卓榮泰就是說 其實這麼綠的選區 我就比喻 你能想像國民黨在文山區要輸掉嗎 國民黨2016選這麼爛 文山區也沒有輸掉 就好像說2008 民進黨選到剩下只四分之一 國會的席次 台南還是有 就靠台南高雄屏東這些的立委席次 撐到今天 如果今天如果連台南最綠的選區 三重最綠的選區都輸掉了 那明年是不是高雄 有可能又全部 八仙過海 對 現在國民黨已經 士氣旺道想要八仙過海了 怎麼八仙過海當事人就是尖閣 就是有這樣子的企圖心的 他就背過海 他就背過海 2008年的時候 第一次在台灣出現 台北市八仙過海 當時的當事人就是 八仙過海 尖閣跳海 結果都不可能 結果結果都去跳海 今天再玩一把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我覺得如果我是卓榮泰 這個主席怎麼做下去 我現在這個 林三林保路 台南最綠的選區我都輸掉了 我現在沒有死 2020也是要死 這樣不是這樣 對啦 但是對 這就是這種心情 為什麼他說不如歸去 他不是很有氣魄的說 大家要拚 如果沒贏我是黨主席 他不是這種很有氣魄的人 他是說不如歸去好了 還沒有選 我賺不賺又要歸去 這個是做不下去 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有一天 同樣是新北市 你說永和 國民黨的候選要輸掉了 你真的是 這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身為國民黨來講 這怎麼能夠想像的事情 這時候應該全黨上下都不知道要怎麼 但是我說實在的 你就知道那邊有多慮 就算國民黨選舉剩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 你大概也很難跟選民講說 現在國民黨只剩下最後一口氣 拜託你不要讓我輸 你只剩下屁股 你剩下最後一口氣 為什麼搞到今天這麼爛 你要減透 你不是說你這個政黨輪替 民主現象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本來就是有輸有贏 你今天贏了你有責任 你要肩負老百姓的期待 輸了你要檢討 為什麼老百姓不支持你 你不是說 好你不能讓民進黨跑下去 民進黨也不是不可以跑下去過 2022也要拍一遍 2016不就是又回來了 今次詞車自然久 documentary